今天我們來開箱 金門高粱 創世者過桶高粱 酷 金門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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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開了不少支 但是這支應該算是 最不像金高的金高 最像威士忌的金高 因為它把高粱 拿去過桶 那其實把高粱桶拿去過桶的 產品它也不是第一個出出來的 我們的順堂有做過 金門皇家也有做過 白水方法其實也出蠻多這種過桶的高粱酒 那其實舊金高的說法呢 在好幾年前他們就已經有把 我們的高粱酒拿去箱門裡面盛放 那只是說他們一直認為 表現上他們還不滿意 所以才會把它 一直拖到現在才出了這支他們滿意的 產品 那其實金門高粱的 過桶高粱酒 這已經是算第二支了 之前才有出另外一支 那那一支的話 量比較少 然後價格滿貴的 現在一支好像兩三萬塊錢 所以 請大家 體諒一下 我們魯奈瓶酒的 經費沒有到很高 還沒辦法開一支兩三萬塊的酒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開箱這支 只要兩千多塊的酒 第二代它出的量比較多 價格比較親民 就兩千多塊錢而已 確定兩千多塊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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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會長 對 因為前一陣子價格還有稍微回落 對 那這支最高的時候 大概到三千塊 對 那最近有回落大概在兩千六 兩千七左右 對 那它的量呢 其實相對於我們前面講 之前的那一支 量就大很多 價格就相對比較親民一點 今天我們就開箱這支創世哲 給大家看看 因為畢竟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有買 或者是還沒買 但是不一定有開來喝 所以還在觀望 想看看這支到底值不值得開來喝 要怎麼開啦 好問題 它要怎麼開 這裡嗎 不是吧 好 打開了打開了 我把它拿出來 我到底看了什麼 那這個去旁邊 它的形狀很好 對 它的瓶子其實跟我們 過去的高粱酒的瓶子不太一樣 必須說它的瓶子設計的是 蠻好看蠻漂亮的 對 那 那我記得上一支兩三萬塊那支 平頭更華麗一點點 對 那是採玻璃平頭 那這次這個應該是壓克力平頭 對 這個頭應該是壓克力的 畢竟 人家兩萬多塊嘛 這個兩千多塊錢而已 就 OK 可以接受 我覺得可以接受 好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來 那這次的創世者 桶層高粱酒呢 它的酒精濃度是57.2% 相對我們熟悉的那種白金龍 58% 它來的低一點點 但是呢 可以看到它顏色其實 蠻漂亮蠻深的 那據魯蛋所知道呢 他們過的桶子其實應該是那個 星象木桶 他們應該不是過波本桶 對 我記得他們是過新的相木桶 就是所謂的處女桶 然後 欸 怎麼可能 對 這是旋轉蓋 對 然後 我有點誤會它的 這顆頭 是玻璃的 蛤 對這顆頭是玻璃 那它 重量跟那個 冰涼感 它的頭是玻璃的 我們剛剛誤會它 我以為它是壓克力 沒有人家是玻璃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倒出來試試看 那它的容量呢 有別於我們之前在買那個 一般的高粱酒 它們特殊款高粱酒通常是500或600ml 這支是700ml 它像不像 骨倉 喔 有點像 有點像 是我們以前那種骨倉的 糧倉那種概念 對啊 好像越看越像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它這個平時設計的很好看 我好怕它跌倒喔 好怕跌倒 感覺會頭重腳輕是不是 因為這邊太遠了 但是它下面這邊是玻璃的 所以它其實重心應該會比較下面 所以應該是還好啦 是嗎 那感覺這個一瓶放在自己的酒櫃啊 或是客廳的那種櫥窗裡面會很好看 所以燈一打下去 應該會閃閃發光的感覺 想想地震的時候 地震的時候 它應該沒那麼容易倒 對啊 好 我們來聞聞看它的味道 還是有高粱味 嗯 有一點高粱味 還是有一點高粱味 但是它高粱的那種取味不是很明顯 它有一種 你知道鉛筆嗎 嗯 那個 木頭鉛筆 燒鉛筆劑那種味道 對 對 但是我覺得它聞起來 老實講啦 我第一聞 我覺得有點像是美波的味道 美國波本威斯基那種味道 木質的調性非常的清新明亮 它的木質膠是滿明亮的 然後木質的味道很明顯 很舒服 然後帶著一些古物啊 糧食的那種 甜甜的感覺 然後有點果香 我覺得有點像是葡萄啊 有點像是梨子啊 水梨那種味道 蘋果表面的辣 嗯 有一點蘋果辣 那種味道 果辣那種味道 然後其實仔細聞 下層有一點泡泡椒的味道 嗯 好 那我們來喝喝看吧 有那個趴素 酒體很強壯 嗯 嗯 它整個酒體非常強壯非常飽滿 可是它的油脂度很夠 很香 非常的香 你一喝下去 因為它的香氣在口腸裡面炸開來 你可以說它酒精度很高 酒體很飽滿很強壯 但是 它又不會到真的非常的燒灼 你口腔 嗯 它的油脂度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豐富 然後喝下去到喉嚨的時候 你會覺得 整個香氣直接在鼻腔啊 在口腔裡面炸開來 高粱的香氣 果物的香氣 然後還有一些木質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伴隨著剛剛我們提到很漂亮的果香 蘋果 梨子 枣子 然後還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瓜果類的味道 好像西瓜皮 西瓜香瓜 對 那種味道 嗯 有一點那種葡萄乾的感覺 有 有一點 然後在口腔含一陣子之後會有一種 巧克力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巧克力的味道 太非糖牛奶巧克力那種味道 嗯 然後它在舌頭上的表現是非常的甜 嗯 嗯 它讓你覺得你舌頭非常的甜那種感覺 但是又不是蔗糖的甜 乾甜的那種味道 有點像是阿斯巴甜那種味道 甘草 有點像甘草 對 其實有點像是甘草 對 小配形容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像是甘草的味道 很像甘草 那個甘草粉 對 就是那種回甘 乾乾甜甜的那種味道 它的木質調性我覺得非常平衡 高粱跟橡木桶的味道都是蠻重的 所以很怕說 要嘛就是高粱味道比較重 要嘛就是橡木桶味道比較重 然後會搶過另外一個的風味 但是 它沒有搶 高粱味還是會有 對 高粱味有 然後橡木桶的味道也有 那兩個我覺得是有點相輔相成的味道 油脂度很夠 嗯 第三口 辛香料的味道變比較重 葡萄的味道又更明顯 我覺得 它這支酒喝葡萄的味道好明顯 它可能越喝越明顯 一開始可能是葡萄乾 但是喝到第三口的我覺得好像有點 葡萄果肉的味道已經出現 也就是那種巨峰葡萄那種味道 我覺得 平心而論啦 我覺得這是一支好喝的 酒 因為 它畢竟把高粱酒拿去過桶 所以 我不能用高粱的角度去評斷它 但是它又不是威士忌 所以我也不能用威士忌的角度去評斷它 但是你說它好不好喝 它是好喝的 它真的是好喝的 它是一支 有點像是古物威士忌啦 我老實講 是一支很好喝的 美國波本 或者是古物威士忌的感覺 確實它是會讓人家想要一口接一口 完蛋 那酒精度還那麼高啊 讓人家一口接一口 這支酒有點可怕 那 好啦 那拍片之後 我可能會想要再買個一兩支回來 放在櫃子裡面 然後 或者是 自己丟著 慢慢喝 對 應該還不錯 這支我老實講 我自己有點喜歡 對 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去定義它 它到底算高粱酒還是威士忌 還是 過桶高粱 以後就是一個新的領域嗎 呵呵 我不知道啦 反正 但是它是一支好喝的酒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這支 金門高粱的創始者 過桶金門高粱酒 那今天明天就會顯示 日明星期間 我們記得在分享 想要透過你的道別人 跟瓜克力圖 一定要訂閱我們 記得按照 которых是 strth 不會oba人家 現在是要不要吵 還要不開車 未曾元一付千萬別人酒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這支真的好喝 這支真的好喝 都很夠 你一支都很夠 你一支感感覺還沒那麼高 然後香氣的飽 也好喝 得說 中文字幕——YK